小尾游戏说你看我来说 大家好我是小尾 你知道至今里哪些武器被低估了吗 今天我们来聊聊实力被低估的三马武器 它的防御比平底锅都强 却被难动遗忘 第三名S12K 作为一把限弹枪 它的初始弹容量5发 扩容后为8发 容缩率超级高 并且可以使用步枪配件 可玩家都不喜欢限弹枪 因为只能打进战 但S12K有着EV4的能力 城市向战能力极强 实力被低估了 第二名MP5K 这把冲锋枪很多玩家都对它非常陌生 因为它是雪地地图的专属武器 大家都不了解 所以有人认为它很弱 其实它的实力被玩家低估了 MP5K能安装全部的6个配件 稳定性高 射速快 综合性能很强 大家不妨去试试看 第一名防爆盾 防爆盾早在去年的宣传片中就出现了 可是至今已经一年多 防爆盾还是没有上线 它很可能被难动遗忘了 玩家看见它不就是一个盾牌吗 其实防爆盾的实力被低估了 它和平底锅一样可以抵挡所有子弹的射击 相当于一个移动掩体 能边拿边走 如果上线必将颠覆整个游戏环境 小伙伴们 你们认为什么武器被低估了呢 喜欢的记得关注收藏转发下哦 我们下期见